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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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做豬扒包 首先我們先處理豬扒 這次的豬扒 我選了一些沒有骨的梅頭肉 去製作豬扒 用來做豬扒包 方便你吃 咬下去沒有骨 淡淡肉 我們把一些淡鹽水解凍 現在放在一邊解凍 現在我們切好一些醃料 醃料方面 我們有蒜頭 蔥頭和薑 我們把它輕輕拍碎就可以了 另外我們準備半個洋蔥 一半就放在醃料裡 另外一半就切絲備用 我待會告訴你 用途在哪裏 好 我們放在一邊備用 回頭部分解凍之後 我們就撈起它 如果這個鬆肉錘的話 就用鬆肉錘打它 如果沒有的話 還用刀背剁 剁它 效果都是差不多 細細力 小心不要太大力剁斷它 好 另一邊也是這樣做的 這個時候 我們就加兩個蛋 放進去 醃一下它 蛋黃可以留起煮其他菜式 例如蕃茄炒蛋 或者用來炒飯都可以的 然後拌一拌 都是充分吸收蛋白 那塊豬扒才會鬆化 我們等它醃半小時之後 然後再處理它 半小時之後 看到豬扒已經吸收蛋白了 我們可以加入提升 它的配料 一茶匙頭 然後加入半茶匙鹽 半茶匙雞粉 1茶匙胡椒粉 1茶匙五香粉 1茶匙大蒜粉 2湯匙麵粉 1湯匙生抽 將它都拌勻 加入1湯匙白油 再攪拌均勻 接著用保鮮袋裝起來 醃起碼3小時以上的效果才會比較理想 如果要趕時間的話 至少1小時以上才可以用來煮 豬扒醃了已經超過3小時 我們先把雪櫃拿出來 放開它 休息15分鐘 讓它的溫度提升再煎 效果才好 否則煎出來的顏色會不均勻 這款麵包的製作過程 上次我已經拍過影片分享過 如果大家想重溫 可以看看右上角的連結 我們先將它一開二 先把牛油塗在麵包裏面 然後把牛油塗在麵包裏面 然後把牛油塗在麵包裏面 然後放在烤爐烤5分鐘 將它烤至金黃色 趁麵包裏面 趁麵包在焗的時候 就開始煎豬扒 我們先燒熱鑊 然後我們下三湯匙油 搖勻 記得用中火去煎 不要用太硬火 因為會很快焦 每面大概煎三分鐘就夠了 好,我們可以撈起它備用 接著我們將剩下的洋蔥爆香 炒到洋蔥轉了半透明 我們就可以關火撈起它 將我們煎到的豬扒 放在麵包上 然後再加上我們準備好的洋蔥 今天的豬扒包就完成了 多謝大家收看 如果大家喜歡我的頻道 希望你可以訂閱和按通知鈴鐺 才不會錯過影片更新 多謝大家